歡迎大家出席 2022年2023年到香港人超級聯賽第六回合賽師 今日的面題是 男大當分女大當嫁不合時義 對賽雙方為正方保留局賽的有不考 而反方保留局勢輸暖 比賽的主席來自正方代表的大進展同學 坐在我旁邊的是 今日計時園 來自反方保留局勢輸暖的兩條程同學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便員 正方主便 林兆章同學 第一副便 葉欣宇同學 第二副便 蘇靜蘭同學 以及劑便 大指章同學 以及劑便 大指章同學 反方主便 珊瑞琦同學 第一副便 溫瑞恩同學 第二副便 王子嘉同學 以及劑便 良 我們好多慶請了三位評伴為今次評分 他們分別是 波動輸卷中文辯論隊 法輸老師和書文老師 華英中學辯論隊前教練徐上 以及聖工會女明才中學中文辯論隊 教練和新中先生 本場比賽是主辯、公辯、一副、二副 自由辯論、合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公辯周圍發動兩分鐘 自由辯論周圍每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見足前三十秒 有一丁的提示 夠鐘則有響兩丁的提示 超時十五秒則會連丁幾下 詳細賽規已經發布給各個參賽學校 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我和計時研會暫停比賽 佳華三位評判即場作出裁決 請問在座各位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請計程示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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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心是哪句 就以多少反映 南大當分 雷大當家這句說話 是否不合時意 主席、評判 作作為大家早晨 要討論今天面題 最重要的就是定義 先定義不合時意 有強大社會壓力、限制和期望的意思 換言之 對於大量男女來說 相比是否找到合適對進 經濟條件、人生規劃等其他因素 連來才是關鍵甚至凌駕性的考慮因素 結合兩者定義要審次今天面題 便要看 一、南大當分、雷大當家 本身仲是否時刻趨勢 二、南大當分、雷大當家 推送的價值 是否適合現代的趨勢 而我方支持電腦有以下原因 首先從社會現象論 南大當分、雷大當家 不符合實際趨勢 全球持分甚至不分的情況 已經越趨普遍 香港的初婚年齡是31.2歲 羅海是33歲 中國內地就在十年間 約25歲升到31歲了 當中很多人臣 最後實至選擇終身單身 正如後則大學研究所指出 數據反應 越來越多人認為結婚是不同必須的 其次 從社會價值論 南大當分、雷大當家 不符合現代人的需要和普世價值 第一 從個人需要看 年紀大就要結婚 是源於深信婚姻是人生的歸宿 所以 老男人除了老婆是失敗者 老女人嫁出是賣淨者 這些根本是否定人生選擇的封建思想 隨著上世紀 個人主義和女權主義快速發展 女人拋頭和女兒上班是常態 甚至是女強人 經濟獨立 自我意識強大 根本不需要擔心不結婚 怕本身會很坎坷 男人呢 亦因為人生選擇更多元 做浪子做一輩子 不單止不會閉白眼 反而是多浪漫 自主意識的蘇醒 加上社會對自主人生的寬容 令男大當分 女大當隔 實是迫遲醒 第二 從校道官面看 以前結婚講父母之命 無盡之言 即使你多想完結 為滿足父母的期望 都有責任為結婚 現在已經不在 再說 以前上方不後有生 無後為大 但不結婚又不可以生兒子 在東方社會 沒有梅九合 要被浸豬爐 就算西方 事甚至也不見得過 現在即使結婚都不一定要生兒子 而生兒子又不一定要結婚 如果有人指指點點 其他會怎麼說 多數是人家開心就行了 你別那麼多事 當父母和社會言論 都不再執著難道當方 女代當隔 還相信這套事是不合適宜 第三 宏觀者經環境的改變 令單身主義得到更多肯定 推廣更快 從制度看 新政策越來越對單身者友好 好像內地的四川 山西安徽等地 更連已廢除新融需註冊的法例 從消費文化看 越來越多企業認識 一人值 一人經濟的龐大需要 例如一籃拉麵推出一人載 發展商推出更多一人單位等等 都反應單身 不分辭婚主義要普遍的折扎 綜合不論 南大當分 女大當格 原本群幫的很多傳統觀念 現在都退場 現代南路再沒有年紀大 應該結婚的個人和社會包袱 而事實趨勢 亦是如此反應 所以這個笑話絕對不合適 最後請問尤方 是否承認是越來越多人 小責不結婚 多謝 請問尤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7秒 老超時無需9分 接下來是反方主便 有時要等你一排名時間 準備我請你計算一下 請問尤方主席 雷大當格 陳述男女雙方 達到合一年齡後 即可進行婚嫁 並非特使被家庭蝶 或非截怨而貼身的強仔式婚姻 今天有方嘗試混淆試聽 將新一代意辭 厭惡受到無謀逼婚 就等同於南大當分 雷大當格的意思 一言不合時宜 下次由方解釋清楚 新一代討厭被吹婚的原因 是否真的因為他們全部都不打算結婚呢 然而我方今天嘗試拆解 男大當分雷大當格的一句言語 一句漢語詞典 帶為一個相對的詞彙 反而詞是細 故意思凡指男女長 大家都現時合乏結婚的年齡 但尤方今天有嘗試混眼試聽 指戴是會指現時出現難婚的情況 但尤方認定的難婚 他的年齡限制是多少呢 有如何衡量呢 而當即是指插聲 因為有方說會有社會壓力 但有社會壓力 豈不是就跟他們必須結婚呢 而今天別提所說的不合事宜 意思是自然不符合當時的順便 故港方行量變成的準則 將從現時社會普遍人出發 和港人不衡量 今天是否尤其需要性 和港方論點有意 第一 同生物的歷程出發 人類在同生物 在食物過程中 普遍會經歷對異性產生興趣 談戀況 結婚及新疑略的家園 可見 人類的本質 恐怖疾病 愛情一定轉的家園 以滿足自身需求 根據民視主義金字探 繼安全需求之後 就是社交需求 心理上的需求 當中包括愛情關係 可見 人類對建立和親密關係 尤其需要性 在原生物和家賊得到金絲所說 人類在社交的困體 分散關係是人類社交行為的一種重要模式 即與人建立關係 達到自我的觀體見及為美 所以 從基本生物層面而言 至於現時 都是透過婚姻情願 根據中國當代不分主義百條書所說 在2021年 由75%的適婚離婚人士 起來年期望結婚 可以見到 以前 難對多分 雷大多巴黎聯合事業 第二 從社會層面出發 根據羅伯特斯特恩伯吉的三個理論所說 災情人親密感 經情和承諾三個要素組成 只有這三個要素的平坦和協調 即是不透過一個愛情關係 而婚姻在 人類社會確立男女關係的契約 是希望透過法律 賦予人類結婚姻的權利及義務 維持健康的親密關係 貫乎全球 為了保障每一對結婚生人的關係穩健 各個保現並立婚姻化 以每一對登記注信夫婦都要春秦相關義務 例如中國婚姻化 學古早夫妻與約互相扶養的義務 對子女苦養救的義務 以加定夫妻的夢光床產等 此外 根據香港婚姻條第21條規定 第二 婚姻關係 第一須進行宣誓形式 宣辭中 強調承諾一次 強調對於親密關係的忠誠 以及責任 可見 婚姻關係的本質 主要保障結婚相關 維護內情關係 時至今日 發生呼籲婚姻關係的權利及義務 仍有其存在的家政 社會保障會透過法律約束婚姻關係 來印證雙方的遞見 因此 難得多方女大多家人不合事件 今日由方指出有不分主義者的存在 發生由方先行論證 不分主義有多普遍 有多少人打算一生都扶持加薩 不分呢 多謝幕位 反方轉變發言時價為3分 13秒號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公辨的環節 公辨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 因為電源回答問題 並且打斷對手發言追問 回答方不得反問 也不得打斷公辨一方發言 如果有違規 公辨一方可以即時指出 其官認同可以直接扣分 配置一分 如果公辨一方原常發言 評判可以自行撤評和扣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辨分數的時候 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指第一格 依發言的次序 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私人發問的分數 好 現在請證方請自由派出一位便願作公辨 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便願照相執訊 好 正方公辨開始 有兩分鐘的時間 請問有方同胞成不承認 這個世界有這個不分的趨勢 但有方你今天都老了 有方同胞成會有一個問題 有方同胞成會有一個問題 為甚麼呢 是因為他們知道事實性與同胞成 其實我們看到 根據合中大學 從有一輩子 世界各地 一來如古巴 美國 日本和英國都在出現 這個不分的趨勢 是互來上升的 然後俄羅斯的文章 是指兩者反對結婚 所以有方同胞成現在 就是不分的趨勢 第二 有方同胞成在趨勢 要人結婚不合事件 兩者先有方同胞 有方同胞 要人結婚不合事件 要人結婚不合事件 應該先要說 究竟建築社會的保健性有多大 而不是單單只是說建築的趨勢 所以你反正 有方同胞 等下 根據這個不合事件 根據這個國家的 根據這個國家研究院的成語詞件 這個不合事件是不符合時辰 所以既然有這個趨勢 有方同胞成是不合事件 我方已經舉出了 根據漢語詞件 不合事件 指的是不符合建築社會的需要 算了有方同胞堅持 就是無事今天是有不分的趨勢 我們再去看看 其實婚姻呢 有方同胞認為應該自由的 請有方理先 有方同胞 婚姻是否應該自由的 為甚麼 有方理先去解釋 是建築婚姻願望不自由的 有方同胞堅竟建議 有方同胞認為婚姻是自由的 是否應該需要自由的 就是我方同胞見到的是 算了有方同胞堅堅持不能回答 對 有方同胞堅持不成形當 這個意思是唐有應該的 不是 有方同胞堅持不成形當 是有應該的意思 不是 我方不回答 我方今天看到的 有方同胞堅持回答我的問題 當是否有應該的問題 當指的是適當的 算了有方同胞堅持不成形當 當有對行為的制約 限制強大的社會壓 是不便宜的 我們再看看 既然當是一種限制 有方同胞堅持不成形 男大堂 女大堂 既然有方同胞堅持有 一種社會壓 正方公辨 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反方公辨 反方請自由看出一個電源 請你自由選擇證明 接受質詢 接受質詢 選擇 決定 好 客觀公辨開始 只有兩分分鐘的時間 有方跟我說 當的意思是 但應該是不是 即不一定的意思 不是 當的意思即是 根據中央執芬品 而 fundamentally Är杨先生教授 沒有的時間 你需要答我 是不是正在解 應該而不是一定 是有強大小孩的壓力 有強大小孩的壓力 為何等同於今天一定要結婚 因為我沒有人笑 因為有人笑 為何等同於我要屈袖於他的取笑之下 然後一定要結婚 因為我有小孩 有小孩 call up 說到最後有個同學都回應不到 原來當是選一定的意思 再問有個同學 你說在變題之中說大 是否一定有一定的年齡框架 不 其實大即是不良男女對適婚的年齡便會結婚 甚麼是適婚的年齡 即是可以結婚的年齡 甚麼是可以結婚的年齡 即是適婚的年齡 有個同學都解釋不了 甚麼是大 甚麼是適婚的年齡 甚麼是可以結婚的年齡 最後有個同學對於變題之中大和當的定義 到底我分不清楚 有個同學你說現在有人不分 為甚麼等同於今天這片題不應該吃客 其實有人不分即是現在的趨勢就是不分 有不同事的情況趨勢在哪裏 趨勢就是在那裏 趨勢就是在那裏 聽不到 趨勢就是在那裏 那裏 那裏就在那裏 那裏就在那裏 其實我剛剛主編 我都已經說了 其實從頭前分分的情況已經很普遍 這裏很普遍 普遍了在那裏 香港的創立年齡31.20歲 現在香港多過15ís 都不分不是晚分 不分香港現在多過15次 有31比1997年上升的內政 有跟我們所說這個數據 是不是明確表示他們一定不會結婚 其實現在不關1970年到205年 不是,我告訴你香港 其實為什麼要說香港這個問題 因為有同學都論證不到 在香港的情況下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就和我方轉變,謝謝各位 打光公平環節 現在公平環節結束,輪到正方的替日故變 有三分鐘發言時間,準備我請你計劃時間 主席媒體,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方今天應該慘會被迫分 因為我們未對過夢 對方說我們今天說 這個社會壓力就等於說慢分下交給人迫分 有方同學被人要結婚,被人吃壓力 就不等於要慢分下 有方同學才教清楚 第二,有方同學今天就是要和我們解讀 這個男女大當分女大當家是什麼意思 又說是出場水戶後轉 然後又和我們說,這個大是相對的意思 但是有方同學,你不可以不理當字的行線 有方同學對當字正直不提 然後之後,我方就提出有多個 根據中央研究院楊恆山教授的說法 其實當時對行為的制約和限制 有強大的社會壓力和限制 是社會的不同的期望 有方同學對這些社會壓力是直接不提 完全不理我,我方提出有任何壓力 就是不理會說 現在那些人是想結婚的 有社會壓力那怎麼辦 你可以不回復嗎 有方同學,社會壓力是對一個人的傷害 有方同學是否不能有這些傷害 是有真的會傷害到一些想不去結婚 或者覺得未找到對象,但到了食分年齡的人 你想像一下當時你去到拜年 你親戚全部都會說 喂,你為何還不結婚 你還沒有女朋友,你還沒有男朋友 你這麼廢的 有方同學,你聽到這些說話的時候 你內心不是很開心 你內心就是覺得 算了,我不克服這些社會壓力 所以有方同學是否認為 我們是一個理性的動物 我們可以面對著這些壓力 完全克服,完全感到非常之 就是完全不為所動 另外,其實有方同學 為何要反對面 為何要反對面其實很明顯 就是他們意識不到這個面 男大都哼女大當家 背後運行著一個 將婚姻和生育綁定的一種封建思想 全部封建將生育和婚姻綁定 逼我們在結婚生育和結婚和生育之間做選擇 但這條回憶並非要理解 要生育和人願結婚,同樣結婚和生育 以前面對著婚校有一個無厚為大的婚師 結婚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家庭 繼續對於男性的期望 生了十個八個兒子繼承家族的產業 好聽說,女性是這個傳宗節代的功臣 但我相信在最外面的紅青唐 女性在婚姻裡面的角色只不過是生育的機器 以前結婚是生育的前提 但因為女性的生理時中導致生育有迫遲性 所以才要年輕的時候結婚 說起平定之前生育 以前歸以前不介意的新中國 婚姻不再是為了生育 今時今日生育也不是必然有 而結婚為生育的前提更非現況 所以生育不再對人去結婚的推力 亦令結婚失去迎迫遲性 所以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時候 已經失去了推動生育體 變得不合時 其實當我們要生育又不需要結婚 要結婚又不需要生育的時候 為何還要聽這個風見的殘言呢 最後我想問有關我 既然有關我 我方言重申了這麼多次 其實這個不合時是看趨勢的問題 那可能我為何還要這麼堅持去認定這個趨勢 這個不合時的趨勢 是完全一模式的問題 正方第一部片 發言時間為2分55秒 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下方第一部片 你有3分鐘的發言 準備我請你繼承時間 再評判在國外首先 在討論定義的分歧之前 最要知道的是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結婚年齡 父母之嫌 父母之嫌、媒長之嫌 是否強兵 是否幫你指令一個結婚對象 是否要孕育下一代的外在條件 是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可能以前我們15歲就結婚婚 但現在我們最少都要滿足到 法定年齡 例如香港 起碼要21歲才可以結婚 但唯一不變的就是 他的核心思想 之間兩人之間的婚姻關係 再落到去吧 看看今天定義上的分歧 首先我們定義上的分歧 就是在於這個句子原本的意思 有方覺得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是用來給父母債 給父母長輩 用來去分歧 年輕一定要結婚的情境 首先我從來都沒有解釋過 這句說話用在這種情境的普遍性 到底有多少呢 你見到原來這句說話的本意 不過是說陳淳子長大 應該要分嫁的健康 有方同學 將這個中性的說話 用在一個負面的環境 當然 當然叫做負面的句子 再看看當字 有沒有人覺得當 就等於我們要私家社會壓力 在一些人的身上 首先有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私家的壓力 在這些人身上 就等於他們需要結婚呢 因為我從來沒有解釋過 再看看為什麼催谷 一定要父母在子女年輕的時候催谷 我現在看到原來子女三四十歲的時候 都可以聚到催谷的情況下 我方就不明白 有方同學覺得這個句子 要求年輕的時候一定要結婚 再下去看看 有方同學今天叫我方的論證準真 有方同學用了很多不同的見方 來對砌這句說話不合時 首先看一下第一種見方 有方同學覺得現在讓人不分 但有方同學的論證狼心是最高的 覺得現在哪怕有一個人不分 都等於這句說話不合時意 但我都看到原來現在的偶像 都會選擇學校教育 不選擇學校教育 在家裏自身 難道在有方的立場 不理下連學校教育都不合時意 可否今天入獲的標準 根本十分之不合理 再者 我們見到關注青年住屋原籍 香港青年婚姻與住屋 期望民意調查一面 顯示原來香港還有六成的未婚 受訪者是想要結婚 並不單止我方主編七成五的數據 再先回答主編問題 我們見到原來並非今天那方 要論證現在的趨勢是否越來越多 而有方要論證現在不分人士 趨勢是越來越多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達到了一個普遍的情況下 這是有方人論證的責任 請問我盡量的責任 所以我都可以晚婚的趨勢 有方覺得有些人會晚婚 但有方在公店問了有方學 有方所謂的適合結婚的稅數 我看到多少人就答不出 更多晚婚 他們從頭都會結婚 結婚仍然有需要性 所以有方不是要論證 但有多少人認同 他們會堅定不結婚去到最後 去到最後的逼婚風氣 有方覺得這句話顯得不分風氣 但我一副字都說得很清楚 原來見到今天健康不等於生仔 即是見到有方是用古代的結婚目的 來逼我方論證 現在正有方論證 你所謂的逼婚風氣 這句話想健身原帶來 還是由全中節代言壓力 那次的位置 反方第一副片排行時間 是3分11秒 補超時補追求婚 接著是正方第二副片 兩副片是排行時間 先讓我們計算一下 主席 評判長座 各位 大家好 來到結婚這個位置 還有一句話來解釋 為何今天有方輸了一場比賽 四個字 論證失照 首先有方是不理解 甚麼叫做多 為甚麼呢 他們就說多 是不一定很迫的意思 但我先看看 剛才我方已經說了楊文三教授的說法 當有一種限制 是句揮範性 換言之就是 當你做 你是因為你應該要去做 你做的 就固然沒問題 但同一時間 不做的 就會被人當作異類 當作有缺陷 我們看回現在社會 也是的 當如果相信 男大光分 女大光格 分級時矣的話 我們就看到 當你做不到這件事 你就做不到西中 認為你應該做的 因此就會被批判 輕則是標題 而重則是欺笑 所以今天有分證明 為甚麼這種壓力 令人覺得 糟了 我30歲了 我會結婚 這種壓力到現在還合適 我們看到 因為我剛剛對出 不分乎著病的例子 就是正正正正正的意思 但現在大家關鍊 有些人可以結婚 有些人可以不分 有些人可以遲婚 現在在這個三時代 特別有不同的新思想 不會繼續用一套規則 一套思想來檢治全世界 向全世界之壓 和他說 如果懂得分 15歲或30歲 都好 就是對於懂得分年紀的人 你不結婚就遲了 你不結婚的話 你真的是要進行成功人生的標準 第二,有方同學都受過了大這個字 有方同學一副和全面都做了很多時間 跟我們心長大是十二至三歲 這個都不是重點 但要分年齡 可能每個人的必須有小適用度 可能三十三 但問題是當你過了這個年紀 你就必然會受到社會壓力 但這個是不是應該 我發現不是的 因為現在的需要是什麼 有方同學說需要 所以我們需要讓人去選擇去規劃自己人生 因為我們現在相信的是什麼 就是現在人生的選擇是多元的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去規劃自己的人生 例如我們看到有些人可能做市形女性 但是不是代表我三十歲 我明不明還想向上游 我一定要先去結婚呢 是否代表我想再去公道一個國士學位 但糟了,我35歲了 所以我難大當分,女大當假 我明知道自己想要這個 我也要追求婚 或者我有一個穩定的婦女 但我們不想結婚 但因為我受到年紀 我也是應該要去結婚呢 而現在是講這種壓力 在這個時代是我們需要的東西 最後其實有方今天說的是什麼 說生育呢 他說大了之後 自己想拍胎 自己想生育 沒問題啊 但今天是否要自己去親戀人 現在政府也不敢做啊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自己的祖國也好 他們都是說如果你結婚也不一定要註冊 而同樣的他們說社會保障 但是例如我們最近看到蔡英粉 他們明明已經不是夫妻關係 同樣的層樓都可以是他 其實現在社會進步了很多 就令到它保障一些單身人士也有進步 所以今天有可能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一定要 人家過了三十歲一定要施壓呢 證明到為什麼要施壓 證明到這個說話根本上沒有應當性 所以現在是應該要施壓的 正方第二副辯 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補超時服需求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副辯 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你進行CD 所以我們先去分析一下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今天的双方的共識是在於 今天有可能也承認 原來是男高分女高分 是會隨著時代而變遷 但是我和我說的是什麼呢 也可能很麻煩地願我幫你用回古代的定義 來論證今天的變態和事意 但是有可能他們所講的 這個分析是什麼呢 背後的原因是甚麼呢 有同學說大這個字 我問你同學 到底有同學對於大這個字 是否一定有一個特定的結婚年齡 有同學說不是 但他最後有同學有沒有解釋過 有同學所說 結婚的年齡是多少呢 我幫他到義父 終於聽他有同學說 原來可以是30歲 可以是33歲 到最後 有同學對於結婚的年齡是多少呢 如果好像有同學所說 如果我們對於自己有一個想法 如果我們個人認為合適結婚的時候 不等同於結婚的話 今天我們不應該只限制 有同學所說的33歲 我們去70歲80歲 都可以仍然都叫做結婚的 我們就去看看 有同學對於當的年齡 有同學都認同 當不是解一定的意思 是解應該的意思 問題就在於 有同學都認同是解應該的意思的時候 為甚麼今天這題 就一定要有同學去任職 向著有同學所人都一定要結婚呢 甚至有同學所說的一些不婚主義 到最後為甚麼有同學所說的不婚主義 就等同於今天這題題 對於婚姻無需要性 到最後今天有同學定義那方面 我不會過去 不要緊 就跟有同學跳有同學回一回 去看看有同學所說的不婚 吹婚到底是甚麼 但有同學說不婚和吹婚 但很奇怪的是有同學非常之矛盾 一方面就跟有同學說 現在吹婚的情況非常之嚴重 受於社會的壓迫之下 有很多人都是因為這樣而需要結婚 但最後有同學跟有同學說 現在對於不婚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到最後有同學到底是現在的人不想結婚 還是那些人想的結婚受於壓迫之下 而去結婚呢 都很不明白 就算看有同學所說不分 有同學再問有同學 對於不分 對於普遍性有多普遍的時候 有同學給不出數據 但最後我只聽到有同學 有同學的數據 最後有同學是否覺得 兩巴仙就等同於普遍呢 但最後有同學都論不出 為甚麼是普遍的事 為甚麼就等同於這個婚姻 沒有普遍的需要性呢 但我們去到最後 就是今天有同學所說 對於今天的變態是怎樣的論證 有同學很奇怪 有同學跟我們說 為甚麼現在社會上的人會吹婚呢 原來就是因為受於壓迫 不知是因為女性 去35歲之後就很難的生產 所以今天有同學就是 婚姻等同於他們要生育 但問題就是在於 今天我們看婚姻是否這麼簡單 就是等同於一定要生育 是否等同於他們一定要生育 才叫做一個成功的婚姻呢 開場後開始吧 凡情的方法解釋 看來有沒有同一個標準度 帶到哪裏 現在進入自由變量的環節 雙方都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當某一方發言時間用不 本人會宣布另一方成員時間 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 或多位別員發言 而每位別員都必須要在本環節發言 如果本環節結束的時候 在場人次發言 有別員從未發言 可以正常提出 屬實的話 該別員所屬一方 將會被每位評判扣除不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自由會議員現在開始 請正方拍出一位別員 首先發言 準備我的口音是繼續試意 人是否會受社會壓力 所影響後的決定 方法是否一定會受社會壓力 方法是否好玩 大家都知道 現在人現在貪好 因為人現在肯定比英雄 會受社會壓力的影響,有分同學會受社會壓力的影響 有分同學會受社會壓力的影響 有分同學都不像一個現代人 現代人有幾多個是因為會受社會壓力的影響 而去到最後都有分同學會受社會壓力的影響 而不分的人有多少 我現在跟我們說人是社會動物 人是社會動物,又不受社會壓力 當然是社會動物,這件事可惡 有分同學會跟我們說 結婚,結婚,人們不會結婚,但跟我們說結婚 有什麼變得性,又不跟我們說結婚有什麼特別 其實當結婚真的這麼好,真的會有人存在 就不需要逼人去做做,需要私下壓力 人就會自然去結婚 那為什麼還要有男大,女大多家,男大可以婚 男大可以婚,男大可以嫁呢? 我剛才說,我覺得現在有些人逼婚 是否是討厭被處告還是討厭結婚本質呢? 討厭被處告 為什麼被人討厭被處告在這個說明所帶來? 不就是因為我們跟你說 教授現在是這樣說 因為是當分 當時是社會規範限制 有沒有更加學術性的條件 是否真的容易出現 這個說話 不就是這樣 現在社會被壓力 到你這麼上一年紀要結婚 這個說話 請問你有什麼誤解呢? 這麼上一年紀要結婚後的老實 是否為了傳宗節代?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問你會認為 當時的年紀不需要特意規範你結婚 你現在認為這個說話合適 那你先說一下你的理據 對方,你要回答清楚 到底結婚這個社會的壓力 是由傳宗接到生嬰兒 而你還是由這句說話所帶來呢? 但是有方同學 我們從頭到尾是沒有反對過 令大家進去結婚的 我們也是支持想結婚的人可以結婚 但問題是 今天男大同學跟女大同學 這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是你長大了就應該要結婚 因為有社會壓力 請問有方同學 既然結婚應該有自由選擇 為何我們一直在年齡 而被人結婚呢? 有方同學挑戰結婚 我們先在這裡收一收網 我們看到的就是 今天有方同學根本上無法否認 這句說話是有社會壓力的 還有大家都說 但是就是每一步行法相認為的識婚而已 其實今天無法回答 到底這個社會的壓力 是來自傳宗時代 還是來自這句社會說話 必然我直接由轉戰場 跟他們說 看到原來你現在的這句說話 有可能會導致吹風的情況 但現在我們不安靜一下 到底為什麼 可能就不如必須要結婚 有可能我們從來都沒有說 我們結婚是因為要傳宗接到 我們的意思是 當時出這句說話的時候 人們可能因為想要傳宗接受 而令到這句說話成為這句說話的推力 令到人信服這句說話 但到了現在 人家已經無了這句說話 無論是否結婚都可以生孩子 所以我們認為這句說話已經不合適 其實我剛才剛才說出了背後 我真的看到當時定下這句說話的目的 就是為了逼人生孩子 但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這句說話來到現在 這句說話的意思都仍然是這樣 就好像見到孔子的身體化膚 受諸父母 以前古代人不能剪刀器的長髮 但現在的現代人都已經可以留短髮的時候 請讓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句說話仍然是古代目的的意思 有分同學說對 好像孔子的說話 大家都不合適 以前不合適 現在除了製作的話 你喜歡你不去傳 你不喜歡的話 但你傳的東西都不用結婚 你不去不傳 那不合適 有分同學也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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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分同學也承認了 在有分同學的立場之下 現在的結婚就怎麼同於是要生育 有分同學 古代本身這個理句 不行了 你現在沒有新時代要必須結婚的理句 你又交不出 那不就是沒有合適的原因 有分同學你今天到底在反映什麼 有分同學到最後都認同 原來今天這篇題的討論空間 根本就不是在於今天有分同所講 古代的定義 而是在於我們今天去看現在的定義 有分同學一直都用的古代定義 可能正時候 為什麼廣告仍然有不同的空間 不是 這個說話 由古到金 古有推的金 如果有分同學你還說出一些推的 就成立了 但有分全場說不出 那有分同學現在沒有時間 你請來解釋 不是 我分同學 我分主便已經跟有分同學說了 水母轉到出自這句說話的時候 為什麼有分同學可以說 正確認識到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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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分同學 新時代原因 交不交 有分同學 有分同學 那有分同學 你之前剩下什麼 所以有分同學會承認了婚姻有需要性 婚姻沒有必須被施壓的原因 那就是有分同學都承認了婚姻有需要性 所以這個原題就應該成立了 有分同學不好 正方發言時間用 反方剩餘40層發言 可自由派出為典範 或多為典範 再給你一次 今天有分同學跟同學說 因為社會的壓迫 但我分二會已經問了一個同學 既然社會壓迫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人好像有分同手工 有不分主義性存在 所以最後今天不是受社會的壓迫 而是有分同需要論性 既然大家可能會有這個吹分的壓迫 但是吹分並不是導致婚姻沒有需要性的時候 為什麼有分同學一來可以用這個吹分來講 說今天婚姻沒有需要性 二來又可以說那個不分 所以今天變態沒有討論的 所以今天變態沒有需要婚姻的現成在 所以最後今天有分同學的立論是在於什麼呢 有分同學認為現在的婚姻 對於現代來說是沒有存在的需要性 但是我聽不到一位同學對於無需要性的原因 是有什麼呢 到底我不會 好 反方發言時間也會用不 是在場的評判 剛剛反方在資料辯論發言的時候 有曾經用過激吻 在一副的時候講過32D 所以看看改變會不會再量去處理 好 現在是截電的環節 將截電油的三張時間預備 現在開始 在場で幾次炒得到真相比 現在變成熟的 還有一會兒 也不安 那ляются 你不安 會不會再去 有照的 沒什麼 蹤打 有 setzen 雞蛋 好,预备时间制冲 现在是时间把装 预备装件 有四分钟的时间 请我请你继续试 请你继续试 无论国外现代人 纵上戀爱自由 只能选择心仪的对象 家人对自己也没有任何限制 能不能由于纵上歌人 主要纵上婚姻 才是等于男人 当分、女人当解的句子不合适 比较理性 从两个方法 会出发射 婚姻是当代社会的需要性 第一是缓辑 不如跟我们说 男人当分、女人当解的 概念思想封建手机 目的是用来吹吹 但我再三质疑 这个时候是不是 只能用吹吹吹上面 我当时是回避问题的 但我刚才一部的试图 已经和人都说了 如果有一个强行 将对子定义为顾面的话 讨论的空间都只会是顾面 与句子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讨论并没有意义 所以我认为和一个人 更加宏观 而在这个句子的本身 不单是用于吹吹吹资讯 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用法 当我和某个年龄 在结婚的时候 我同样可以用 男带多婚、女带多的句子 他给了一个理由自己去结婚 有没有和我说到这样的句子 单纯宇吹吹 有和某个年龄一直标求我方 以过的概念 是论正今的变体 而二主要因此 有和某个年龄说了 男带多婚、女带多 架主时代的变天 外界阶段的限制已经改变 有些现今世代 就是说的 可现社会上 有没有中有没有认同婚姻制度 有其必要性 因此我们今天提讨论的重点 再来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 一方面我们说 现在社会 有没有受社会的压迫 所以被逼结婚 一方面有这么多不分人士出现 究竟这些不分人士 会不会受到社会压迫而结婚 我们从来都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到最后 有很多次跟我们说 都只是要我们两正 有什么需要 有没有今天开门的时候 都已经改了 75%的人应同 现在需要结婚 跟他把握结婚的时间交代清楚 第二个社会因素 有跟我们说 有不分主义者 所以就等同于 男帝当分 女带当家不合事业 但为什么有个别人不结婚的事实 就等同于 现在是普遍社会上 结婚这件事不合事业 有没有交代过的 所以不难发现 有可能的表情非常奇怪 有个人不结婚 就等于这个婚姻不合事业 再次我们也有可能不确 如果在现在社会 好多人都会结婚的情况下 根本年不合事 究竟在哪里 有没有把机会解释清楚 再来有没有说 晚婚主义 当我分在身质问之下 都将来不能跟晚婚的定义 定义是什么 多少岁要做晚婚 你觉得要选婚年龄又是多少的时候 当我说的晚婚是正确是英雄 再而当我说的晚婚是正确是英雄 正确是人觉得自己需要结婚 所以结婚的年龄推迟了 最后有没有问题 就是选婚年龄 很强调男帝当分 女帝当价需要选婚年龄结婚 如果不是就会受到社会 迫被人嘲笑 有什么意图者都承认 我们现在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年龄 就是自己觉得适合要结婚 这就叫做选婚年龄 但我都七六八十 我觉得自己适合结婚 因为是选婚年龄的时候 会不会跟我们说 男帝当分女帝当的这个概念不合适呢 可能大家看到 背景里面的男帝当分的大字 从来都不像有任何党那样 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结婚 而在觉得自己合适的时间 在发定结婚年龄过后 在可以结婚的年龄之后 结婚这个文字就是大 是一个相对词语来的 再者 这个词语是适当的年龄 而不像有不同的道理 必须一定的意思 然后呢 一分和评论是跟我们说吹婚的问题 吹婚的问题 但有可能都没有论证过 吹婚的问题又不会普遍 从来都没有论证过 我们今天有个人问过 今天有个人觉得 男帝当分女帝当的 他也不合适 还是吹婚这件事不合适 我刚才是自说自话 我们绝对亦不适合适合 会有婚姻自由 所以这些讨论从来都不是 婚姻 究竟我们应该逼迫 而讨论她的需要证是哪一代 但记得有者都认同要结婚 即是觉得现今社会上 女性不需要再有新的逼切性 所以就不再结婚了 但有可能我今天也不是反对 有可能有什么问题 即是跟我们说 不应该生育与六个月 应该是传宗前代 同学生育与六个月 同学生育与婚姻的本质呢 所以我刚才再次 我先讲清楚 不要再问老师 还有个座位 不要问老师 发言时间为4分07秒 到超时 没需求开启 最后由正方亭面总结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你计算示范 主席门最后 大家好 比赛来到这里 让我总结一下 今天相关的最大几个分歧 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分歧 就是在于大家的变题的定义 那为什么今天变题 不论男大当分 女大当解这个说法 而不是婚姻的概念 符合时宜呢 有方错误地将两者画上等号 事实上我们看到 无论是哪个权威的说法 都是说这种的说法 是有这个私家压力的意义 有方必须要证明 年龄至今 仍然是对一些适婚男女来说 是考虑结婚的关键 甚至是凌价性的因素 而有方法 如果今天的变题 真的有规判性的话 那两成半人就真的很惨了 七成半人结婚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无法解释 而两成半人 是因为不结婚 不会被世界中型的批评 如果这句话 真的成立的话 那这种现象真的不可接受吗 再来让我总结一下 我方的论点 首先由社会现象而言 男大当分 女大当解 已经在不符合社会的现实取势 我方已经用了充分的数据 表示了大多数国家的婚姻率 都在直线下降 说明了全球持婚 甚至不婚的情况 越来越普遍 连婚都不结 更加不要说 结婚和年龄有没有关系 有可能我今天不断质疑我方 因为结婚仍然是主流 但很明显有方是不了解现况的 更加何况便是讨论年龄对婚姻的关键影响 而不是讨论还有没有人结婚 有分合 希望你们不要再混亂事听了 第二 无论从社会价值而言 还是从个人需要而言 婚姻也是失去了他的理由 有可能我刚刚见面也讨论 其实现在的社会是崇尚 个人主义和自由 既然现代人崇尚这些价值 那为什么这句 在向世人施加压力 逼人不结婚的巨子还要成立呢 合纤然的定义 很明显然就是 一是古代的原因 现在仍然合适 一是对现代有新的原因 但很可惜的是 有方无论是众观传诚 有方都提出不了任何 婚姻的必须原因 这句话恐连这一个 封建社会的沉入的怀疑 但我们看到时而世 很多推动这种 曾经的主流价值观的主要推动 例如女性母、经济独立法 要结婚之外、传宗接代 传统家庭、岗位等等 这些价值观已经不服存在 这点相当已经达成了共识 但随之而建设出来的分教观念 又怎会适用于现代的社会呢 新时代有没有新的原因 那为什么有方同学 还认为这种逼婚的原因 是更要合适的呢 现在看到人们不结婚 有方同学 你会不会在街上说他 批判他不结婚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这个年龄还不结婚呢 再继续各位 我们都深知人生不是一条素案 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当你只是关注年龄 让这种封建的社会私信仿机的自由 为了社会无理的压力 到了适婚的年龄 就求求找个人结婚了事 令婚姻沦为了大人公事 这样做又怎会结婚呢 为什么要由社会规范 去控制我们心中的理想家庭呢 不是正直和社会所追求的 开放发明精神辈导而止吗 希望大家都可以 摆出这些过时的传统官僚 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过上的人生 令自己会得更加美好 更加惨 谢谢 政方的便宜事价为3分36秒 无消息无需求分 比赛过一段 大家请到院位等一等 首先是特别平坤 最佳辩论仍需要颜外研分 请每位员本只需要 在今天8位台上研研当中 选出其较较较特出的3位 再方便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填30 次佳一位填20 如下一位填10 其余5位同学不用填写 最佳技能 最佳一位淡 次站有一位 management 最佳的成功 被情人 ст过于 开心 。 熟成熟 。 。 。 現在計時會收集評判分子 拿去中央的公室計分 正反雙方可以各派一位台下代表 去監察計分過程 現在請評判掌評語 請問我們有評判掌評判 如果沒有的話就順序請評判 現在先請郭導書院中文的領袖負責老師 黃書文導師說我們掌握了請評判 我多謝張康的準備 我也多謝你投給你的邀請 我在這場比賽講一點評語 我先講講反方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在這場中 我自己通常判分的標準 都是在於 就像這一題一樣 它是一個實現性的判斷體 也可以是一個因應性的判斷體 我自己會覺得 所以我期望雙方 正反雙方都可以舉出一些論點 和論據證明這句說話 是已經合時限 或者已經不合時限的 狀態和已經不合時限的 這個就是我會看正反方的表現 就不會只是 對反方的論證 這句說話都是有所能講的 就不會覺得 阿漢文很多時候 很多一些反對正方的說法 的理據 就會 就不只是停留於這樣 對反方的論證 那個表現 所以我今天期望就是 反方可以在場比賽的文章 告訴我 其實這句說話 就是合時疑的理據 是什麼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這個問題就是在自由言論 那裡報的比較多 我比較 行義正康今天 在自由言論的那些法文 譬如他的問題 到底你今天合時的理據就是什麼 在這個位置 我自己覺得 有點失望於 就是我覺得反方 起碼你那些位 對方問一些 這麼容易答的問題 你應該可以告訴我 他合時的地方就是什麼 但是很可惜 可能今天大家都有少少 被打軟了這個節奏 或者是報處 而的而且在反方的立場上面 在這條文章底下 起碼不說一些 但我都會提供大家 在自由言論 也好或者是不想的環節也好 都可以很簡單地告訴我 這個合時疑的地方是什麼 譬如你很簡單地告訴我 按照你們今天的表現所定義 就是如果他已經是不合時疑 為何還會有這麼多 分音的法文去保障 當然對方就會說 你也不要問一下自己 有分音就是沒有人 如果他這句說話是不合時疑 但這個位置其實 還是可以非常討論下去 但我就會覺得 如果他在你自己的表現設計上 應該可以告訴我 就是譬如有些事情是新聞 需求或是新聞使言 第二件事就是 現在這個制度上也還是有很多 第三件事就是 現在還是很普遍 就是大家都會選擇結婚的 這個社會現象 也都已經證明到 這個說話是不合時疑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可以 站起來跟我說 但我覺得今天反方去論上 自己為何合時疑的論 即是解釋 或者在心術上 其實就不是很多 反而是一些問題 譬如主辯會有說 當然 但去到結辯 又說 還有你們那個自由辯論的 最後的部分也會有說 起碼說回一些很簡單 大家一聽就會覺得是有的 譬如風吹主流 這些我就會覺得 這些你們不是沒有說的 但如果整個結論比賽 正方會這樣執行你的時候 就代表著一定是有些問題 即是一定是在你們的心術上 做得不夠 充分不足夠 這個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 有一些說法 都是有些過於極端的 我明白 可能有些技巧上面 可能就是需要 為對方去推一下 他們的立場 但有些說法 即是你都要照顧一下 評伴的需要 我覺得變得不錯 在上面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當然你要為對方推一下 他的立場 但如果有些 對方都還沒明白 我這樣說 但你這樣捉了的話 我就覺得 會有些少少令到評伴 推向 將評伴推向對方那邊 例如有些什麼說法呢 譬如今天你有問到 對方提出了一些不分的數字 其實不分數字不是很多的 但你就會問他 其實你那些不分數字裡面有多少 最後真的沒有結分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質疑那個數字的方法 要去到質疑 對方要要求 要求對方認證的數字 是舉完這個數字之後 然後他終期一生都沒有結分的 所以我覺得 幫對方 或者他打這個數字 或者推向對方的立場 這些講法我覺得 有點過於短 所以這些位置要注意一下 然後 有些什麼 讓我看一下 然後對於你們說的分 就是對今天雙方 講一下今天雙方 我自己覺得 就著每個字 去講一下 首先大家對於男大還是女大 那個大的意思 其實你們的立場上面 我自己理解 我覺得是一樣的 因為在他們的立場上面 他們是 其實他今天沒有供著你們 一定要用一個古代的靈異 要你們輪正到15歲 甚至去結婚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他們甚至乎有個 面對出來來說 其實今天 無論你們多少歲結婚 都沒有所謂 年齡問題 是關鍵 所以我覺得你們雙方 很久的那個大的意思 是無分 即是無分期 但你可以逐口兩方 有些矛盾 你說到這麼寬容 那個男大方 他的大方格 那個年齡這麼寬容 那為什麼 會有些社會壓力出現呢 其實你說到無所謂 其實實際上就是有所謂 實際上就是會出現那些社會壓力 而媽姑姐的區分 因為你們一路都說過趨勳和女方 其實不太明白你們說什麼 即是他就會說我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或者他都是他說當的那個意思 所以第一就是這麼大字 你們沒有什麼分期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去打 那個古代定義 還是現代的定義 然後為什麼要用古代的陳規 去解釋現在的社會的實況 其實就沒什麼意思 但我自己反而覺得 是可以打多一點點當字 一開始開得很好 其實當字是否有一定的意思 其實這個位置開得很好 就是大家都是有得去爭 那他們當然會覺得 這個是有一個強大的社會規範 一路都拿到一個介紹的說法 但這個介紹的說法 都是一個強大的社會規範 就是你們後面都抓到一些路 譬如說 當字是否等同於一定 這是第一 字面上的意思 第二就是 當字又不是一定 那你就說有一個強大的社會規範 如果是這麼大的社會規範 或者那麼多人選擇不分 所以其實這個當字 就是有一個鼓勵的意思 對方便不會說到 不會將這件事包裝得那麼邪惡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我自己說一下正方 我覺得有些位置是做得挺好的 但是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怎樣可以給多一點意見給大家呢 第一個做得好的就是 那個對於合時的罪問 但是有些時候 我自己覺得可以再做得好些 就是在整個解釋上面 可以做得好些 譬如你們會抓那個定義 譬如當字 譬如你們負面出 不是會說 今天有可能對於當字 就怎樣 他又說過 但是 接著你就說 當字就是有社會的壓力在 然後就說 為何會有社會的壓力 但我覺得 你其實有兩個 可以做得好一點 就是在定義面的 對面 不定是有一點對面 你還可以說到少許真理 好啦 其實當這個字 是有個社會的壓力底下 在這裏 你更可以幫對方 就是你 你就要用它 扣回那個合時 不合時的說法 例如你說到 今天當字 其實是有個社會的壓力 那你應該要說到 或者要總結到 所以這裏做強大社會的壓力 不可取 在這個現代的社會上 我就是 今天不合時的 我跟這個價值 半年不合時的 不值得在社會上 去鼓吹 去鼓吹 或者去 一句娛容 這是第一 第二 我覺得大家可以推上多些 但好啦 如果好像 他沒有扶你的 沒有搭配 那就是那個合時的地方 你就不能用自己的地方 要推對方 好啦 現在那個壓力的情況 你仍然覺得它是合時的 其實未來會有的情況是怎樣怎樣怎樣 可以幫他推上人 因為你平常在問他的家人已經很久了 他不回答你,就幫他推 當然你不可以質詢 質詢我覺得他不太好 質詢其實他不回答你問題 但你真的要讓他回答問題 他真的很無辜,他會有生分無辜 所以你不回答問題,你覺得男生就有生分度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你真的要讓他回答問題 第二,他不回答的時候,你也可以按yes或no 再幫他推上男生 可能你不回答,你意思是否這樣 你再推,你不再問他 你意思是否怎樣怎樣 我覺得周中的位置不是這樣 可能大家也要急,要在另一方面 但是在這場面,你本身就知道所謂是 其實他都是壓力的 所以他覺得有時候也不用說要很急 去幫他 就是這樣 大家只是這樣,你搞吧 好,謝謝我書文老師的評語 好,接著就是先請華英中 我們來舉一次教練 徐上文小姐的跟我們講評語 謝謝 謝謝 今天我們來看Perry跟女生 很多新方都準備了很久 但我自己看這裏面 我會理解到反方有一定的難處 尤其是他處理那個特異上的問題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反方今天是比較好 的確是 反方做了一件事就是 例如四個人 由主面到前面打到主主 才是搞得都很清晰的 即是從主面到前面 我都很清楚 他就是咬著當年打到社會旁邊 即是他不說出這件事 作為一個女生 都可能會感受到 社會上覺得你不可以太久 不可以太白給結婚 這件事是很清晰的 所以反方呢 我其實去到結辯 才開始有一點 比較明白 究竟你們所說的結辯 因為由主面開出來 剛才有嘗試跟我說過 就是當時不是 男大方和女大方法 不一定是一件厲害的 可以看一件比較正常的 但其實你們想說 你說了很大段 社會主的意思 其實不是真的這麼清晰 告訴我聽你 你們覺得男大方和女大方 看什麼意思 以至到後面 不停地說 對方不可以拿著以前的觀念 去看這句句子 應該用現在的觀念去看這句句子 因為現在出現了幾次 但問題是這個句子的原因 就是人家用以前的方法 那什麼叫新的方法 你們用新的方法 從真讀解這句子的時候 這句應該用來的意思 另外用來的結辯 我開始說 其實我不是想說 什麼的 不是真的出生的 你都只不過是說 我不會結婚 夠歲了 我自己覺得自己想結婚 為什麼不結婚 你當回的意思是 男大方和女大方 但是我想結婚 應該要結婚 我想結婚 沒有理由 你不理由我結婚 你們背後的意思有時候是這樣 但我覺得整場 其實我不會聽得出來 連你翻了很多篇篇 去嘗試去播正方的一些推論 這個會令你們 本身上的所屬的主席很弱 即是如果你們看婚子 其實這場比賽會 就跟進去看大家 如何主席設計 或者你們習慣 對你的團隊合作 這方面我覺得 你們要想想 因為你們的原位之間 怎樣會好些 去一些 除了這件事 會令到平空更好 我會不會理解 因為你對過很多的 生生遊戲 可以將開始想問 什麼是年齡的 什麼叫做大 什麼叫做年齡的 range 其實這個我一刻 真的有點奇怪 因為別人都沒有抓 你這個 別人都沒有用以前的 框架 去逼你的東西 為何你們反而 自己跳到這個位置 出來打 剛才我聽你們的 後來比較理解 其實你們想說那個大 其實只不過是自己 心裏覺得想不想 其實這件事 你們應該抓他們 懂得分一點 好像剛才那個平空說 你們要清晰一點 說出來 不然你們抓完 不斷問 問完之後 沒有理由去平空幫你們答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 正確的答案 聽下去 這些反隔就會有點辛苦 正方我覺得 跟剛才那位平空 剛才我講的一樣 我覺得正方今天是 主線上的處理題 你對為何有這麼大 但我覺得有時候有些 一些雜碼 可能要小心 突然看出來 說個人主意 那些東西 那些 可能針對方的用詞 或者在一些 其他自己的 可以找一些 很好的 古代說 如果你是否確認 現在大家的思想 是提到最大 你是你自己的 更好 還有 我認同剛才我影片 抵鬍其實不算 很好 因為抵鬍 因為抵鬍 你這樣說 其實我實在沒有 對面根本沒有時間去改靈體 所以我覺得這些技術 教育教授可以小心點 那部分位就在這裏講 希望大家下場比賽 好 多謝徐崇敏小姐的評主 最後就有請聖工會對 名財中學中文秘密隊教練 我身中先生給你做了點選 大家好 先說正反雙方的主線 正方比較著重究竟那個趨勢 但這條面題 討論合不合時期 就不只是討論事實 所以關於那個事實 即是一個討論的基礎 一個趨勢的背後 有一個特當理據才是重點 所以正方一直很強調 而那個趨勢是怎樣 越來越多人怎樣做 其實反而我覺得不太有關 反而他們為何要這樣做 而他們背後的原因合不合理 才是更加你們應該要淺純的重點 反光是我的主線 最多強調一個概念叫普遍 就是覺得 究竟現在是否普遍的人都是這樣 甚至會提出一些數字上的挑戰 你有多少人 你只有百分之二 但這個亦都是不太關係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一來就是事實層面上的事情 究竟現在的人 大部份人是這樣做 代表是對的 是否代表著一個時代的人 應該要這樣做 設定要這樣做 是兩種事 另外就是 其實你既然要講到普遍這件事 其實就沒有可能 督限在一些很狹窄的空間裡 要去討論這條題 什麼意思呢 其實今天大家是從一個 就是 首先你一定是從一個城市人的角度去討論這條題 你一定是從一個非常發達的城市 尤其是香港 普遍是受到西方的較為開放的思想 去討論這條題 但如果你要討論普遍的話 在全世界大部份人在哪裡 大部份人在印度 大部份人在中國 很明顯他們這些社會 那個文化的風氣 跟他們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你一旦牽涉到普遍性的話 其實就沒有可能是 忽略了一個其實世界的主流 世界究竟大部份人是怎樣看紛紛的 所以就是關於你們所說的普遍的內容 如果你們真的講到與這麼普遍的話 你們自己好像剛才的評判所說 你們都有一段正責任 究竟全世界來說 是否大部份人都覺得 婚姻是一件這麼正的一件事 你們都要排斥一下 然後就在政法雙方的來回裡面 也會選一些重點給你們 很久沒有的東西來講一講 包括就是社會壓力 從東面開始 政法已經很強調 現在社會壓力很大 反方的那個簽證就說 你有多少人會為了社會壓力結婚 但我覺得其實不是太大關係的 原因是因為 現在這個南大當分、女大當嫁 都不是一條法例的條品 它沒有一個強制性 它是一個社會的現象、文化的觀念 它當然是不能夠單憑說一句這樣的話 就是令到我百分之一百一定要結婚 但是實際上 這個社會的壓力 有怎樣的影響 帶來了一些人的行為上的改變 就是政方的論政責任 既然你們不斷強調這個社會的壓力真的這麼大 除了你們所說的 哎呀,會被人笑的 我不知道那個笑會有多影響到你的行為 對啦,即使她是笑靚 就算她是靚,說你很快 引起你們的胎子眼 甚至乎在那些姨媽、姑姐 那些親戚的聚會裏面 講很多個說話 它實際上對你造成多大的影響 就算你的行為 你最後那個決定沒有改變 你都是結婚的單體 對你那個深情的影響 你對於那個情緒健康的影響 其實是很大的影響 你們應該在這方面多加情緒 而另一方面,反方 既然如果你覺得結婚這件事 它私家的壓力不等於可以令你結婚 但是代不代表著這句說話本身就是對 那是兩件事來的 即使私家的壓力就算是不能夠令你結婚 也不等於私家的壓力是正確的 其實最簡單 我很支持環保這個理念 但代不代表著我私家的壓力 每次我進入惡通路那段 一見到人的影響 我就罵他 指著他 你真是錯了 你真是在殘殺海龜 代不代表著這種私家壓力的方法是正確的 就算他最後還是不理我 照樣都是要無事 又海龜又生邪 照樣都是拿著這個任務 也好 他的行為沒有改變到 又代表著你本身的做法是恰當的 都是兩件事 另外 去到負面也有討論到生兒育女 是和婚姻的關係 正方開始提出了一件事 其實我是有點困惑的 原因是因為現在這條面題是討論結不結婚 當你們再說 以前的女性被當作是生育機器 你看現在就不會這樣想 顯示了這個生育機器的想法 這一種一定很不切 要是從中之外的想法 就是不合時義 是的 你是論證了那句說話 是不合時義 但是和現在這個 南大方分類大方法有多大的可比性 那是兩件事 如果你說所有以前傳下來的觀念 都是一樣的 本質上都是一致的 所以以前傳下來的觀念 已經是不合時義 所以等於這一句 以前傳下來的觀念 都是不合時義 那這個的虛論 就是有一個問題 那反方呢 亦都是很勤勁 因為剛才她已經提及了 你們就不如很勤勁 就說 哎呀對方你只顧著 本代的那個定義 那首先就是 那現今的想法應該是怎樣 那我覺得你要做一個對比 就是為什麼在現在這一刻 定義已經產生改變了 對婚姻的那個看法 已經是有所很大的轉變和不同 所以叫你結婚 其實唐人以前的那種想法 已經是差很遠了 現在叫你結婚 其實是不包括生孩子的 現在叫你結婚 不包括男尊女卑的 現在叫你結婚 不包括你 一定要做家庭主婦的 那你至少是要講到 那一堆的分別 那否則呢 你只是不斷說 你不斷用這個 古怪的定義來 困住我 那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但是 就是你這個反方就無效了 那另外 政方呢 也有提及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呢 現在越來越多人 會自己規劃自己的心態 OK 我們在義父那裡開始說 就會說 這個社會上要有些事業人的女性 那但是呢 你們要很講得出 那夠應這個自己的那個規劃 尤其是在事業上的規劃 和這個結婚的地方有一個排他 那我就不是太過明白了 那這一點呢 就是你可以安排自己 做一個事業人的女性 但是不等於你是不用結婚的 或者是不需要結婚的 你同樣地是可以結婚的情況下 做一個事業人形的女性 那所以呢 那這個就是很需要 就是去解釋多些 那但是剛才的評判有點出的一點 就是你們後續的這個來媒 和你們的那個主線呢 有相互合 那這方面呢 我會覺得是 那個問題其實是挺大的 原因就是因為呢 如果你去到 敷變的話 你會知道 然後去到自由辯論 特別是強調 就是講到這個失婚年齡是這麼彈性的話 其實你反而證明了這句說話 就是合時宜 你明白嗎 如果你講到大字是這麼彈性的 八十歲都是可以解釋大的 你只要你覺得是 是合適的結婚的多年齡呢 就等於是一個大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句說話就是很合時宜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想 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 是的 應該要在自己覺得對的時候 才去結婚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和你們的主線 是有一個挺重要的部分 導致我會給這個位置幾十分 原因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王生忠先生的主 現在又和宣布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義父 蘇靖雅的同學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二 南方得票一 換句話說 今天聖方 是正方保倫局賽的學校 至於跟子商 應該都已經拍照紀錄 賽會會在兩個工作天后 常載到雲端工 各個參賽校下載 又恭喜正方的同學 今場比賽道士 結束到第六位 謝謝 謝謝